据说这雷声响后就会加速它成长的雷公根 寒可草 积雪草 在田野路旁都见得到这样子的长寿之草 研艺小婆家Emma Candy 今天跟大家好好分享这长寿草的美妙 首先来看看植株的特征 这个雷公根算是草本植物 那它的这个境界都很长 大概有几十公分长 然后呈现这样子现状的 然后会沿着这整个地面 盆栽这样子仆仆前进 所以你会看得到这样子 它的这个镜条是很长的 那它整株其实都有微微的毛 微微的毛 然后所以你这样子看 看得到它整株都有微微毛 包括这个镜条 叶片 上面都有微微毛 而且是呈现这种紫红色的 紫红色 那它这个结跟结之间 也算是蛮长的 这个结跟结之间 也是你看看这个境界之间 都很长 然后它在境界底下 这个上面就会长叶子 甚至长这个花絮 你看看这个叶子上面 这长叶子长花絮 这个就是叶子跟花絮 花絮真的是有一点小 有一点小 然后就呈现这样子 整片瀑瀑前进 可以长到一整片 它这个蔓延力是十分可观 除了这个境界上面 不仅是长叶开花结果 它还会长出这个不定根 去吸收营养 然后固定整个这个植株 好让这个前头 不断的继续成长 你看我整个花盆都绕满了 然后它对这个环境的要求也不严 所以呢它只要一点湿度 就让它长得很好 你看这个是我种在另外一个小盆 所以如果你也喜欢像我一样 运用大自然天然的这些草本植物来运用 因为这样子的雷公根 它在神龙本草经里头就有记载 它的功效非常多元 去风质养消炎 甚至感冒 点桃腺发炎都有一些功能 然后它对于这种强化免疫系统 或是清血补血 这在印度的阿裕陀佛的医学中也有记载 那么它的这种价值既然这么高了 我们今天就来采收一些 让大家来分享 我剪了一点 这个算是叶片的部分 剪了一点这些叶片的部分 来做煎蛋 那因为它其实到了这个时间 就是有一点 就是有部分因为已经开花了 有部分就会算是有一点老了 这时候你来吃呢 如果直接吃的话会有一点苦 所以我们如果要做煎蛋 可以加一点点的九层塔 这样子也增加了香气 那这样子就可以达到这种 止咳调精的功能 所以是一个很简单又很方便的 这就是我煎的这个雷公根九层塔蛋 然后我们拔了一些 把它洗干净 沥干了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放在这个筛子上面 去把它晒整个铺晒 给它晒干 晒个几天 大概三五天左右就可以晒干了 晒干了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来运用 我就用这个活泡把油来做这个浸泡油 这样子做出来的浸泡油呢 就可以当做精华油 你可以保护皮肤 其实这个雷公根 它其实也有这种消炎解毒的功能 所以它是也可以帮助那个伤口愈合 所以它可以做很多 对这个敏感肌的一些保养 所以像我们平常 像我的皮肤算是算很OK的 所以其实自己制作的这些草本植物呢 就可以来运用 做成精华油 做成这样的精华油 你看看一叉 它其实很容易吸收的 非常容易吸收的 你不管用橄榄油 用你喜欢的这些油品来做浸泡 都可以做成精华油 然后把它搅打一下 变成这个乳液呢 也是一个非常棒的可以当做平常的这种润缩乳液 也是非常好啦 好啦 我们今天就和大家分享这个神奇之潮 这个长寿之潮 每个地方都为它证实它很棒的地方 但是呢 我要跟大家分享是 你有最好的方式 要自己使用的话 就必须像我这样子 自己盆栽种植 有机无毒 你才可以用得很放心啦 好啦 雷公根的好 雷公根的美妙 神奇之潮 雷公根的种植 然后它的应用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的分享 记得订阅 按赞 分享 感谢